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讲过 这是道义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这是完全一个人的基本概念的问题 在这个概念之下 中共非常惧怕 在这世界上再少一个独裁者 再少一个小伙伴 这就是他心里最惧怕的这点 但是他在叙利亚这件事情 投反对票这件事情上 就为自己在今年 很可能在今年之内 遭到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的国家的制裁 埋下了一个大地雷 因为想制裁叙利亚的国家 除了西方欧美民主社会的国家之外 就是阿拉伯地区的富裕的国家 所以中共这一票扔下去 它等于得罪了整个这地球村上的主流社会 另外一点 在投票的时候 代表中共的那几个人 那哥仨 我跟你说 惨透了 我看了那三张脸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你说他们也一把年纪了 他当时投完这票 他想过没有 他把他的儿子 他女儿 他孙子 去美国的路给断了 他回家 他媳妇敢跟他玩命 您信不信 您可能不信 但那哥仨 看咱今日点击 看石涛这么说 您说他信不信 谁难受 谁知道 网上评论非常多 我们先看看第一篇文章 美国之音怎么说的 全球愤慨 中俄否定了安理会叙利亚决议 文章上来提到 中共的否定的行为激起了全球的愤慨 安理会的秘书长潘基文明确谴责没有通过这个决议 他说安理会失去了一个帮助结束这场危机的一个一致行动的机会 15个安理会成员国 13个同意 结果就是中共和俄罗斯投了否决票 而图尼斯总理贾巴里星期天说 图尼斯将切断与叙利亚的所有的联系 图尼斯准备驱除叙利亚大使 他还敦促其他阿拉伯国家效仿 实际当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那图尼斯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而图尼斯是这一次阿拉伯支持的第一个出现行为的国家 第一个成功的国家 而他的行为 他的成功推翻阿里的独裁体制 是因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自焚 引起了整个图尼斯人的反抗 这是中共最惧怕的 安理会投票之后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赖斯说 中共的否决令华盛顿非常反感 他也表示美国绝不会放弃叙利亚 而英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说 中共背叛了阿拉伯世界 转而支持暴军 那所有这样的做法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整个在国际社会当中 我相信他会寻找另外一个途径 因为就你中共是这样的 就你俄罗斯这样的 如果这个世界的主流社会有另外一个做法和另外认同 而你们不认同的话 不跟你玩了 不跟你中共玩了 你爱咋叫混咋叫混 你不就舍菜了吗 扭过脸来 我就提到说 今天中共在叙利亚这件事情上 给自己埋了一个大地雷 为自己的死亡 为自己遭到全世界人的唾弃 在道义上 这个时间 这个时候 在这件事情上 他一定战胜利益的考虑 因为这个时候的已经不是利益的问题了 而是人的生与死的问题了 是不是人的问题 当是不是人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你选择了不是人 谁还能把你当成人呢 所以这就是中共 我觉得最笨的一点 但是也是反映出独裁体制 土崩瓦解的 他们内在心里的恐惧 而美国国务卿呢 在第一时间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在保加利亚明确表示说 中共否决叙利亚决议 属于拙劣之举 美国国务卿高调批评 中共否决联合国安理会 谴责叙利亚的决议 这种做法是极其卑劣的 而且他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 在讲话当中明确说 民主叙利亚的朋友 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叙利亚的 阿萨德的独裁政权 这样的说法明确就是暗示 美国将寻求另外一个图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跟你中共玩了 其实今天中共的所作所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说跟西方社会有没有关系 西方社会有没有责任 我个人认为是绝对有责任的 他们姑息独裁政权 他们姑息中共的这种独裁体制 在六四那样事情发生的背景之下 在九九年对法轮功权迫害的背景之下 他屠杀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人 就跟今天阿萨德所作所为是一样 跟过去的利比亚所作所为是一样 但是西方社会出于自身的利益的考虑 出于钱财的考虑 他在人性方面在道义方面 在这件事情上 在针对中共这件事情上 他后退了 他考虑自己多了 那今天在这件事情上 中共你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等于是今天西方社会姑息的结果呢 我认为肯定是 但是他们又没有 他们为什么造成这种概念呢 他们内心中难道不知道中共不是这样的吗 他们内心中很清楚 如果他们不清楚的话 大家想一想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在世界上贼不好使 老不好使了 为什么不让他好使呢 是因为这世界其他的主流社会的国家 知道独裁体制的国家的这种卑劣性 所以不让他好使 而当初把中华民国赶出了联合国 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今天中华民国的护照老好使了 也就是说 虽然把中华民国赶出了联合国 但是他们内在的实在的东西却广阔天地 让中共有了个面子 但实在东西啥也没有 所以大陆的老百姓咱要明镜 实在的东西才是真的东西 那真的东西才直接关系到咱老百姓 真的东西才直接表达出别人对这个独裁体制的看法 而西方各大媒体针对这件事情 纷纷以社论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看法 看法极其一致 这是肯定的 BBC登了一篇文章 翻译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 文章题目直接说 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投否决票是极大虚伪 这是台湖时报6号发表的社论 直接抨击中共为了各自的利益 而否决安理会的谴责叙利亚血腥镇压的决议案 文章提到说 中共更关心的是保护它自己的利益和客户 而不是承担在全球制止暴力 维护和平的责任 它不负责任 独裁的体制是为他们家族的 独裁的体制强调是伪光正的 独裁的体制强调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独裁的体制是以某一个人作为核心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对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没有去承担责任的说法 他只有最大利益 最大可能利用权力获取利益的做法 所以这样的说法 说他们不承担责任 这就是老外了 你承认中共的独裁体制 作为一个合法政权的时候 你就要承担这一份他给你带来的 这种忘乎所以不负责任的做法 文章接着说 中俄两国滔滔不绝的空谈 不干涉他国内政 有意开绿灯 让大马士革的流氓 向城市乱开炮 肆意射杀贫民 残酷折磨反罪派人士 这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到处是 那文章也提到说 中共这种傲慢的行为 令人震惊 完全不理会阿拉伯联盟的这种表态 形容这项决议是不平衡的 指责西方寻求在大马士革改变政权 独裁的政权 一个若有权力的人 去屠杀自己的臣民 为什么不推翻他 这就是中共最邪恶的 因为中共自己也在这么做 这就是咱老百姓要明白的地方 我觉得其他的都是瞎扯 老百姓明白不明白 今天的老百姓很多人很明白了 那国内做了一个调研 调查 基本的调查就能反映出其实质的一面 美国之音登了篇文章说 网民激变中共否决叙利亚决议 那这件事情在国内引起了激变 在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 一项题目叫做 你如何看待中共对叙利亚决议草案 行使否决权 那这成为了星期一 就是六号上午最热门的投票项目 一半人反对中共当局的做法 而将近四成人支持中共的做法 那另外一个投票的这个题目是这么说的 中共否决安理会针对叙利亚的决议草案 你持什么态度 结果54%的人同意阿萨德政权屠杀贫民 已经失去合法性的说法 38%的人认为中共应该否决这项决议 呼吁对话解决问题 今天中国的老百姓 如果你不翻墙的话 你知道在大陆 你知道在叙利亚发生了什么 就像在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当时那样的事情 你没在天安门广场上 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扭过脸来 你就可以说 杀20万 保20年 没问题 这事好 你觉得会伸母哥 但是那后20年 你挣的一分钱 都有那天安门广场死去的人的血 那文章另外一个题目就提到 中共这个所谓政府用的腐败的腐 这个政府的行为 这样的做法对不对 明确说 百分之八十几的人说 不对 因为中共的做法 等于在保护自己 而不是保护别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